國瑜大會 各位觀眾朋友 北海道發生6.7集的強震 那我們非常非常的一個擔心 因為有很多台灣旅遊團 很喜歡去北海道玩 我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團員 都能夠平安 但是烏漏偏逢連越雨 關西經歷了25年來 最強的一個颱風 燕子颱風 所以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強震跟這個颱風 連續這樣下來 是不是對日本的 整個地形受傷非常的嚴重 對 我們知道說我們台灣國人 非常喜歡去日本玩 但是日本也是一個 多災多難的這個地方 我們先來講北海道 北海道今天凌晨 他們當地時間是3.8分 台灣也就是2.8分的時候 北海道所有人民 都感覺到天搖地洞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他在雜謊南東這個地方 大概65公里左右這個地方 發生了這個規模6.7的地震 因為它是潛層地震 它是只有距這個地表 只有40公尺 好可怕 而且是6.7 對 6.7 那你知道第一個時間來說的話 很多人就PO這個照片 這是兩張圖 各位 來 這是兩張圖 對 兩張圖對比的 這個是韓管 韓管那種百萬夜景 大家都會去拍的這個地方 2點多的時候的韓管是長這樣 就是這樣 結果一瞬間 因為突然之間就停電了 地震之後立刻變這樣 對 整個百萬夜景就消失了 那當然第一個時間 包括整個韓管 或是整個雜謊市區跳電 或是這個信號燈就出現一個停擺 結果沒想到 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們更驚慌 為什麼更驚慌 因為晚上的時候沒有人走 但是早上起來 他們在道路上面發現到說 整個土壤 居然已經出現一個 異化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個不是土石流 這是因為地震之後 導致土壤異化之後 好像出現一個滿地 都是泥漿的這個狀況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主要就是因為 之前日本才有因為地震 地震非常多 加上說可能因為 這個最近濕度比較高 所以導致說 整個出現一個滿地泥漿的狀況 甚至還引發了土石流 你看也引發了 部分地區的這個土石流 當然不用講 道面隆起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當地人目前的話 交通都 對外交通幾乎都是中斷 所以當地的這個面包 這個超商的這個面包 水都被搶光了 我們目前還有非常多觀光客 都滯留在那個地方 這一場這個災難 目前大概至少造成的 可能有五個人 可能不幸會死亡 我覺得真正的死傷人數 真的還沒有辦法統計出來 就目前日本官方的數據 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都期望說 未來會有好消息傳出來 這是在北海道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講到說 另外前幾天大家 關注的焦點 當然就是關西的水災 關西水災是受到1994年以來 最強的颱風燕子 它登陸到日本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事實上過去的颱風 只要跑到日本附近的話 其實都是強度都會減弱 但這個燕子 不知道為什麼 它在要進入日本之前 它還增強了 這個颱風的風速非常強勁 我真的覺得 你知道這種自然 大自然的這種極端變化 真的越來越嚴重 因為這個登陸在 關西這個地方之後 因為首當其衝的 就是這個關西機場 你看 跟大家講 關西機場就是我們常常去的大阪 對不對 大阪機場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月 你突然想說你想去日本 你就放棄吧 為什麼 你買不到機票 關西機場整個關閉 對 目前可能要修復時間 至少可能會一個月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它出現 大家都訂到什麼 東京 不然就從關西 要到東京要回來的 所以現在全部擠到東京 也有名鼓屋 為什麼這個關西機場 會出現這樣 你看這個整個機場跑道 或是整個機場 都被擬領的 掩蓋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登陸的時候 產生 因為當天當好是日本的大潮 所以大潮本來水位就高 加上颱風一來 那個所謂颱風吹過來的時候 會產生爆炒的現象 所以它衝出來的話 它原本有5公尺的防波體 但是根本不堪用 所以整個泥土都全部衝過來 它是因為關西這個機場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填海的機場 它其實耗資非常多 大概1.5兆左右 9月4號才是它啟用24年的週年 結果沒想到 馬上就遇到大水 變成是個癱瘓的狀況 因為其實關西機場啟用的時候 它就問題多多 我們講到 我們這邊有一句話叫做豆腐上搭金塊 為什麼這樣講 它其實在往下打這個研盤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希望說 往下打能夠打到研盤 但是日本的這個工程師 一去往下打 糟糕發現打不到研盤 它一直往下打 往下打 那個是利岩 就是那種砂石跟土 那種沉積岩 那種根本不穩 所以它開始啟用了下去之後 它每一年就開始往下沉 往下沉 所以日本的政府 他們相關就說 我們要在地底埋906根的柱子 然後讓它解決這個下沉的問題 但是無奈 目前的話可能在這個 如果沒辦法解決的話 50年後恐怕會沉沒這個海底 那其實現在對這個關西機場 除了它本身 它目前這個泥令不堪 難以清理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為什麼它會中斷 我們知道關西機場 它是在海上的一個人造島 那人造島它唯一的 我們這個下飛機進市區 要經過一個橋 對 一個橋 我們看這個橋 這個橋的話 其實上面是走車子 旁邊是走鐵路的 結果沒想到 有一艘船在保運玩耗 它就因為風吹 我們剛才講到 風非常非常的大 每公尺的話大概是44 每秒鐘44公尺到52公尺 所以導致它離開 這個原來的軌道之後 偏移了 結果沒想到它就撞上了這座橋 撞上這座橋之後 現在的連外道路就已經中斷 那其實這也讓日本人非常驚訝 因為日本人就說 你看我們即使再有地震 颱風都不會倒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說 是因為風太大 吹了這個船 然後讓它去把這個橋梁 給撞斷了 真的 我想問一下機場 你有停過關西機場嗎 關西機場 我在先前的航空公司 貝斯在日本 我在日本待了四年 淹掉的這個關西機場 其實日本政府早就有預期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機場 就是海埔新生地的機場 事實上各位觀眾朋友 都大概不太清楚了 就想說關西機場 是海埔新生地的機場 因為Discovery頻道 有做過這個工程 非常浩大的一個節目 事實上日本90%的機場 現在西機場全部都是 海埔新生地 我們聽到的 常去的耳朵有聽過的 鳴谷屋機場 海埔新生地 川崎機場 海埔新生地 連福岡機場 全部都是海埔新生地 填出來的機場 還好我們都是去羽田機場 美人姐 羽田機場海埔新生地 對 但是大家其實不曉得 所有的海埔新生地機場 它都有個連外的橋 所以你到明谷屋機場 離開明谷屋機場 它其實有連外的橋 什麼東西都沒有障礙物 對我來講是非常舒服的 我其實不喜歡飛城市機場 又是山 又是障礙物 又是建築物 但是這個海埔新生地的機場 日本機場非常非常難飛 為什麼呢 因為它海跟路的交界 所以它風就非常的亂 因為冷熱交界 風就不穩 氣流的問題 所以非常大的 飛機遇到非常大的側風 我們叫做風切或者 風切 風切 對 非常大的風切或者側風落地 幾乎都在日本的機場 不過坦白講 這一次我們在台灣 雖然沒有颱風 可是我們宜蘭也爆了 一個大的海浪對不對 校成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次的話 透成就是說大概有9人 到目前為止是9人死亡 這樣有溺斃的狀態 其實有沒有 大家比較關注在於 就是宜蘭這次的內皮的沙灘 還有包括神秘沙灘這兩處 可是根據宜蘭的消防局 他們的一個調查 其實在宜蘭有53處的 一個所謂的危險水域 53處 不是只有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是因為 這段時間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的泥難 還包括有失蹤的狀態 所以才會出現 我們沒有一個標示嗎 有標示 但是問題我們現在出現 三不管地帶 就因為領管處 還有包括宜蘭縣政府 各管各的 最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禁止 大家有沒有進入到這地方 或者是有業者 在那邊玩那個水的沙灘車 像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至少 可以跟所有的朋友講 就是初一十五 前後三天都是滿潮 這時候不要去那種 太靠近海邊 這種可以保命對不對 那是一個基本常識 其實這兩個沙灘我都去過 因為剛開始我會游泳的人 我剛開始都以為有沒有 我看起來那個沙灘 那樣看起來很平靜 可是當你下去的時候 你會突然間一個踩空 一個踩空 它落差可能大概只有10公尺 我沒有10公尺那麼高 我才170而已 所以一下子的話 有沒有 就下去了這樣子 如果你不按水性的話 你會慌張 會慌張 通常慌張在水裡面的時候 海裡面的時候 通常會大吸口氣你就掛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 你就要讓自己保持穩定 讓自己扶起來 因為海浪會衝 它會有能量 這個的話有沒有 這個姓河的教練 他當時被衝下浪之後 大家也在找他 就你知道在哪裡發現 有一個漢本沙灘 就那旁邊 有一個漢本沙灘 當時有個姓呂的釣客 那個時候他在釣 就在釣魚 釣魚他一開始看到 怎麼水面上有一個東西 在浮沉這樣 然後一下子往北一向往南 他看了半天後 發現有四個人 四個人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靈異事件 就是當時的時候 他一直飄來飄去 他想用魚竿把它勾過來 結果一直勾不過來 後來他講了一句話 如果你需要我幫你 你就自己飄過來 沒想到那個屍體 居然就這樣子 本來就游來游去 自己就飄回來 飄靠近到他那個地方 我們錄影的這會兒 其實農曆七月還沒有過 對 所以有時候在海面上的時候 發生一些靈彈事件的時候 其實很難去解釋 包括像我們以前的時候 把習慣丟下去 最傳統的方式 他往哪裡飄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屍體 剛才前面再講到一個 所謂的這樣的宜蘭的沙灘 當地人有告訴我們 大家有兩個東西有沒有 千萬不要下水 一定要記住 第一個就是 當你到了沙灘之後 你發現到 那個衝上來 那個海浪的泡泡越來越多的時候 不要下水 代表一件事情 它下面的那個能量 開始慢慢越來越多 累積了那個能量之後 把那個泡泡 就是那個海水 弄成現在一個泡泡越來越多這樣 衝到岸上來 對 已經把它弄下來 衝上來那邊就是浪花嗎 不是浪花 越來越多的時候 不是浪花 不一樣 你們看得出來 泡泡 有沒有那個聲音 有沒有 走在海灘的時候 你看到如果那個泡泡有沒有 很密的那種狀態又多的時候 那個要特別小心 那代表海底能量有沒有 預計了 它已經開始拉起來了這樣 風狗浪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你衝上來那個沙子 如果今天我們看到那個沙灘 是一般都是土黃色 或是金黃色這樣 你衝上來是黑色的沙的時候 有沒有 你也不要下水 為什麼 代表那個浪在底部的時候 已經把海底的那個 黑色的沙子捲上來 那這樣很好記 白砲 黑沙就不要下去 對 就不要下去 所以風狗浪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我們金融人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所以風狗浪是怎麼樣 風狗浪是指哪一個 是這個 基本上 對 它那個是爬起來之後 打到了岸上之後的 那個那一瞬間 那個中間不到一秒 不到一秒 所以我們住海邊會看得懂 風狗浪的狀態是什麼 你會看到先有一陣坡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這個時候如果你正好就在一個 海岸邊 它下面的陡深 就下面的那個什麼 所謂陡降型的這樣子的 一個地形的時候 它這樣子一個上來的時候 你要知道一件 它上面的浪是這個樣 它下面的時候是叫捲上來的 它捲上來的時候有沒有 一下就啪 就下來 它就會把你 就像我們講會吃人一樣 把你捲下去 這叫風狗浪 那像在金融的八尺門很有名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講 不是只有這個所謂的內皮 跟這個南澳的神明沙灘 會有這樣的風狗浪 金融的八尺門也很嚴重 為什麼很多人到那邊想 風景好好一下 一個浪上來之後就捲下去 所以要特別小心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 因為機長他本身有 紅石智慧救生員的 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對不對 我在大暴溪執勤過 大暴溪執勤你知道嗎 這個溪水其實很無情的 那因為我從小會去考救生員 原因是因為從小我們就是 溪水性 就是自以為很會游泳 才去考救生員 當了救生員之後 開始在溪邊 浮情了之後才知道 溪水多麼的無情 我在浮情這三年期間內 我就已經看過太多事件了 而且是怎麼樣 這給觀眾朋友一個概念就是說 尤其這個溪邊 剛剛夏小熙兄講的是海邊 現在是講溪邊 溪邊你就要看中午過後 大概快中午十一十二點 那溪水本來很清澈 大家去考慮清澈 突然溪水變混濁 開始變混濁的時候 你東西就可以狂狂地 準備要走了 我在溪邊有什麼關係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你現在看到溪水變混濁 等一下溪水就開始慢慢高漲 會漲水了 對 因為為什麼 它是因為它裡面的山區 山區已經下雨了 你看烏雲密布 其實裡面已經下大雨了 所以它開始在累積這些雨 累積這些人量 我們常常跟朋友講說 不要去 不要去 嗶嗶吹哨子 那客人 遊客就 三字經 五字經的就罵出來了 你知道嗎 那有一次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溪水事件 一樣 我們就生隊 我們隊上同學 大家嗶嗶嗶嗶 不要去 不要去 勸導大人 一個大人帶兩個小孩子 嗶嗶嗶不去 三字經 五字經罵我們 你知道我們也沒責 好 我們五點要準備要收班 結果快到五點四點五十的時候 小孩子不見了 就在剛剛嗶嗶嗶吹 這地方不見了 兩個小孩子不見了 大家找找找 撈起來一個小孩子 另外一個小孩子就不見了 撈起來有活嗎 有活 但是沒撈起來的不見了 尋了半個小時找不到 那我們救生隊 救生隊也不能處理後續 就打電話 救護車也來了 消防隊也來了 找人什麼找 找都找不到 後來老的隊長就抱一顆大西瓜 抱大西瓜往那個溺水的地方丟下去 不到五分鐘西瓜就沉下去了 西瓜就沉下去了 不到五分鐘 屍體就在旁邊浮下來了 這個叫做西瓜巡屍 但很多人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說法是說 西瓜的密度 在水裡的密度跟人體是一樣的 所以你人特別到某些地方 會掉下去 那西瓜密度一樣 就會在那地方也會掉下去 這是比較有科學合理的解釋方法 對 但是像我們我們懂的人 我們自己去海邊或西邊 有魚雷浮標 對 我們會帶魚雷浮標 魚雷浮標是什麼東西 就這個 對 如果大家有看過海灘 海灘遊俠 李麥克跟大波妹背上背的那個東西 那個也是魚雷浮標 這個也是魚雷浮標 這可以救命 對 這個東西是怎樣 如果大家有看過大家去那個 橫跨日月潭 大概十個人九個人身上都有背著魚雷浮標 這個是一個東西背在背上 後面就推這個魚雷 這個魚雷其實它就是一個 所以至少我們希望你不管去海邊 還是去西邊一定要帶這個 對 那它這個浮標 它還可以 它是直的 它可以這樣扣起來一圈 所以它其實可以把你扣起來 就跟游泳圈一樣 你看一天曾經發生27起的溺水事件 這是很可怕 不是聽說你們為什麼救人家 還給人家要紅包 不是 這個是一個習俗 尤其是現在我們7月半的時間 它這個要紅包的意思是說 這個你會溺水 不管在海邊或西邊 人家是說在抓交替對不對 那你今天把人給救了 他們交替就沒抓到了 交替沒有抓到 那他們就會找你對不對 他找不到這個人 原本要抓的人 你把他搶走了 那要包多少給你 其實就是意思意思 其實我小時候小時候在海邊 因為我小時候 意思意思是多少 意思其實意思是紅包袋 不是紅包袋裡面的東西 要除晦氣 對 所以不是裡面的錢 你裡面也放一百 因為一百也是紅的 對 所以說一百 如果說你無意間在西邊 在海邊有幫到人 有不小心救到人 一定要回頭去跟對方要這個紅包 OK 好 這就不要客氣了 要個袋子也好 對不對 挪威呢 挪威一樣有些危險的海域 是你去了之後 有可能會發生這個不測的危險 那它最有名的是 挪威的一個海底公墓 感覺我們好像很多台灣遊客 會去挪威 其實最近還真的 不是 你有去牛 挪威 真的 挪威這個海底公墓 它的故事是這樣子 它的故事是說 在1980年代 在挪威那個時候 他們要舉行一場跳水表演 跳水比賽 就大家來比賽 看大家跳水姿勢 誰最漂亮 然後來打個分數 所以他們到了一個岸邊 那個岸邊三面環水 然後就只有它那一面 是突出來的是一個山 就剛好從那個點跳水 剛好 你看那個點多漂亮 大家聚在那個地方 選手就一起往下跳 用自己覺得最帥最美的姿勢去跳 結果評審說 那個好 就衝 一衝了之後 所有的人往下跳了之後 發現一件事情 奇怪 下去的人沒有回來的 這怎麼回事 一分鐘過去沒有浮上來的 兩分鐘過去也沒有浮上來的 幾分鐘過去都沒有浮上來的 總共跳了幾個 總共跳了大概二三十個人下去 然後都沒有浮上來 那沒有浮上來這件事情 當然讓大家覺得很可怕 馬上當下立刻叫救生員 潛水員就先跳下去找 結果潛水員下去 不要讓他們再跳了 先禁止再跳了 所以這時候是派潛水員下去找人 那這潛水員下去要找人了之後 幾分鐘過去之後發現什麼 潛水員一樣沒有回來 這時候這事情嚴重了 這地點是誰找的 這地點是主辦單位找的 結果這個事情就嚴重了 就連潛水員都沒有回來 那這事情知識體大 所以挪威政府隔天馬上再派一對人 幹嘛呢 再下去繼續找 那派這一對人下去 繼續找的時候 這時候已經很謹慎了 因為感覺怪怪的 所以先有一個潛水員 拉著一個繩子 然後跟一些這個救生設備 慢慢慢慢的下去 結果沒想到下去 不知道到幾公尺左右的距離 突然有一股比較強大的拉力 整個東西往下拖走 拖走之後 連這一個救生員 潛水員 他也沒有回來了 這下事情鬧得更嚴重 那美國政府知道 可是他不是綁了一個繩子了嗎 都拉不住他 結果他上面拖得一起拖下去 所以這就是問題 就是說後來美國政府 也派人來協助挪威去調查說 這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調查船一往下去查了之後 才發現就是說 原來在那往下很多公尺的地方 有一個深度 有一個漩渦在那個地方 他們學者分析說 那可能是寒流跟暖流 在那個地方交會變成一個漩渦 懸在那個地方 可是海面很平靜 看不出來 對 他們的船潛到那邊之後 才發現什麼 發現那一些選手 屍體在那個地方 然後兩個潛水員也在那個地方 都在那一區 然後更奇特的是 他發現還有一些屍體 是腳上還有腳練的 這個就奇怪了 這跟這次比賽一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他們去查才發現說 原來在很久以前 那一邊有個監獄 那個監獄裡面 後來在處理這些人 屍體方式 就直接丟到那下面去 所以在那個海域裡面 才會發現這麼奇特的事情 可是這種危險的地方 不是只有挪威有 在埃及也有一個 被大家稱為很美的地方 可是它被稱為是潛水員公墓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那個是埃及的達哈布藍洞 那藍洞是什麼呢 就在海底有一個大的洞穴 然後由上往下看折射出來的 那個形象讓它變得藍藍的很漂亮 那這種地方通常都是什麼 你是有本事的潛水員 你就想要試試自己的功夫 下去看一看有多美 這邊看自己有多厲害 拍到人家沒有拍到的 世界揚名立萬對不對 對 然後就這樣的一個心態 一下去 這麼多年來有40個救生潛水員 都葬身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太漂亮了 所以當很多人下去了之後 一下去的時候沒有感覺 我覺得反正我就潛進去了 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 缺氧 缺氧 而且它在往下的地方是什麼 有一個在黑洞底下 在往下走的地方 那個路很窄 而且是一下去很深很深 你要回來都不太容易找得到路回來 連光線都不太容易找得到 所以導致很多本來本事很好的潛水員 到那邊之後 它也出不來了 所以你看不管在挪威跟埃及 都有這樣的海域有危險的地方 我跟你講 青皇如果是這樣的訊息 真的是擋得住我們 擋不住真正潛水員 為什麼 因為他會想說 死三 死四十個了 我是那唯一活著出來的 繼續還在挑戰對不對 可是坦白講 這種東西就是已經 已經是地質探勘都已經出來 就這裡面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真的不要亂來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出門旅遊的時候 有些熱鬧或者是有些大的慶典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從我記得幾年前 上海發生一個踩踏 過年的時候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踩踏事件 真的是很可怕 你經歷過看影片 你也要知道很害怕 所以人多的地方 真的要非常小心 比如說賣家朝聖 每一年朝聖 你知道有多少人嗎 而且只要發生踩踏事件 都一定會有死傷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注意的事情 我們待會兒來告訴你 其實全世界的三大宗教 我們除了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這也不只三大宗教 很多 還包含這個回教 那回教徒 其實我去看過一些 他們的經典 其實他們也是很慈悲為懷的 對不對 他們的那種虔誠 我覺得是因為不同宗教 我們不懂 可是每一年 我們知道去賣家朝聖 是他們一生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可是都會發生踩踏事件 這怎麼避免 因為人太多了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再過30年的時間之後 伊斯蘭教會變成全世界 最大的宗教 他信仰人口會最多 為什麼30年後 因為他們現在伊斯蘭人 都很願意生小孩 所以30年後會變成 是全世界最多人信的宗教 是人口的問題 對 人口的問題 為什麼每一年都有300萬人 到賣家去朝聖 他們叫做怎樣 就是說他們的教義裡面 就是你一生 你一定要去賣家朝聖 他們叫做朝進一次 朝進一次的話 如果你朝進完之後 你就變成叫做哈吉 他們的話語就是說 你是非常虔誠的信徒 所以他們一生一定都要去一次 所以你看每一年的話 就湧進300萬人 到賣家這個地方去 他進行這個朝進的時間 是有規定的 他們是伊斯蘭利的 12月的8號到12號 這五天的時間 那這五天你到了這個地方 五天他每天都有不同的行程 所以你要按照大家的行程 所以是大家一起在做那些事情 那也是因為大家一起做 所以才會發生踩踏的這個事件 那他們朝聖到底是朝什麼 朝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天坊 天坊的話 根據他們伊斯蘭的教義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是天使跟真主 他們在祷告或是祈求的這個地方 等一下 他是一年四季都可以 還是有特殊時段 他朝進是不是有特殊時段 就朝進的時候 當然你隨時都可以去 但是他朝進就是那個時間 他們伊斯蘭利的12月的8號到12號 那你去的話 第一個 所有的信徒到了這個地方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繞著這個天坊 逆時鐘 繞七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多一堆人在那邊繞 繞 繞 他們就是有固定的 就這樣繞七圈 有人一個方向走錯就會造成踩踏 那完全不能夠走錯 你看這樣繞到繞之後 他們當天下午的行程是 他們要去當地兩個山脈 在那邊走來走去 這是他們的行程 然後第二天他們去哪裡 你講專業的話 去潮山 不要講走來走去 沒有 他們規定要走來走去 走七次 在兩個小山脈之間這樣走來走去 但是那個時候 就沒有規定說大家一起走 你只要走完七次就好 那第二天的話 是要大家一起去 他們當地有個阿拉法特山 他們為什麼要走阿拉法特山 阿拉法特山是這個 莫罕默德最後獎金的地方 所以你要去那個地方 然後去那邊廳京 廳京結束之後 這是第二天的行程 第三天的行程 他們要去進行一個動作 叫做投石巨魔 投石巨魔是什麼 第三天的話 是他們有一個先知 叫做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的話 他之前在過世之前 他有投石阻礙這個惡魔對抗 所以他們要去 你看每一個人都要撿石頭 撿大概二十幾顆石頭 然後這樣一直丟一直丟 三百萬人撿二十幾顆石頭 那是多少石頭 所以你看 這麼多人做這種動作 當然都非常危險 2015年的時候 就發生一件事 在米納山谷 為什麼到米納山谷 因為他們朝拜完之後 晚上都回到米納山谷 去住 那個地方有非常多的帳篷 他們就住在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2015年 那時候就發生這種 人這個騷動的事件 所以造成這個踩踏的意外 踩踏意外 居然造成了2500個人 死亡的這個狀況 那其中最大多數的 都是伊朗人 那當然大家想說 這個是過去朝進的方式 那能不能夠改一改 尤其現在高科技 這麼的發達 結果他們現在就說 好 我們現在用這個 手機未來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他們已經發展出這個APP 來控制 也就是說你可以控制 你接下來要走什麼樣的狀況 同時我剛才講到 他們都讓米納山谷 去住在這種所謂帳篷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來沙烏地阿拉伯 就說我們在附近的話 我們就建立這種 所謂膠囊的休息艙 膠囊休息艙就類似這樣子的話 這個一個要價要3.46萬 你讓人家進去說 你可以休息個3小時到5小時左右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因為事實上米納山谷那個地方的話 在夏天的時候是40幾度 非常非常熱 他們預計在2029年 把它全面將變成是 朝靖要科技化 當然 真主當然是要信 但是科技還是要用的 我這次去青海 我朋友十幾年在青海的時候 他要去坐飛機 你知道嗎 他2點多的飛機 他12點半到剛好 OK 沒辦法 他根本到不了 為什麼 因為剛好回民有一個人 有兩個人他們要去朝聖 整個村子 整個全族的人通通來送 那幾千人在機場送行 為什麼 光是能送行摸一下他 就感覺好像 你也帶著我的 我可以沾一下 你剛剛講回教會成為 世界第一大教 因為人口多對不對 你不要小看印度教 因為印度人也很會生 對 印度人也很會生 對不對 人口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印度的旁災瀑城 有一個他們非常有名的 宗教的一個廟 應該也是非常神聖的廟 俗稱黃金廟 然後世界各國的遊客 非常喜歡到哪裡去旅遊 每天大概有十萬人次 到這邊參觀 因為非常非常漂亮 光看這個外型 上面那個十九座圓頂 全部都是金光閃閃 配合這個龐災瀑城 比較低頻的地勢的話 像教會來講 你一進去以後 就有這種神聖 而被震賀的心情 而且這個 這個殿堂 是一開始是由這個 我們的席客教的一個先知 叫達斯 他所規劃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規劃的時候 他規劃是 一般的寺廟都很奇怪 一般都是只有一個入口 他是有四個入口 四方都可以進去 這個所謂的 這個他們講的上帝之殿 席客教就是要包頭的 要包頭 就你看到 有時候在外國這樣 包頭那個就是席客教 這個頭是一輩子都不能摘 不能摘 對 我們上去 褲子也是 對 不能摘 你如果摸他的那個 小小的帽子或什麼 其實視為禁忌 所以那個時候 他在設計的時候 就把他們這個席客教包容四方 海納四方的觀念 融合在這個黃金廟裡面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黃金的 一開始的時候 原來就是以這種所謂的 食材跟很普通的一些 木材建成 但是因為在這個後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穆斯林回教跟這個席客教 永遠不斷 到現在為止 不斷不斷的衝突 打殺 所以那個時候 曾經有一棟黃金廟 被這個回教徒所擄獲 然後所佔據 但後來在1830年 拿回來以後 就被龐齋布審的 這個整個省份的人 就開始重新要 許願要去重新去興建 去打造一個他們心中 最好的一個席客教的這個聖殿 所以就用了100公斤的黃金 當時100公斤的黃金 把所有的這個屋頂 都塑成金色的 所以金光閃閃 睡氣逼人 但是後來這樣 陸續 陸續改建 改進完 所以前前後後到現在 整座廟已經用了 750公斤的這個黃金 來打造他們所謂的 這個黃金殿堂 所以你看到裡面 送金的這些佛寺也好 很多這些人 他們用的器具 甚至他吹的電風扇 都是用黃金製成的 所以你就看到說 他們對這個這個廟 是多麼多麼的信仰 那講到這個廟 就不能不講到 他旁邊圍著 他這個廟旁邊的這一池水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四面幫幫可以進去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他的水面跟著這個橋 其實是非常非常平 讓你感覺有在走在 這種水上的感覺 很多這個老外進去的時候說 I walk on the water 感覺就像走過水 然後進入到 我們的這個上帝之殿裡面 但是這個水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他們叫做所謂的聖池 所以所有這些席客教的教徒 一生成這個心願 就是到這個聖城裡面去沐浴 他們講說只要一進去以後 你進到這個水裡面 就會百病消除 然後浮受鼻炎 那是一個水池 那他一天有多少人去 一天有十萬人次 基本上有十萬人次 那水夠嗎 十萬人下去 再上來誰都乾了 水可能會溢出來 但是你看到是 每一個人就一進去以後 去裡面膜拜以後 就直接會跳到裡面去 或洗或沐浴或什麼的 他在講說這個是對他們心中來講 一個所謂的這個療癒 跟這個所謂的去除百病的 一個神聖的儀式 所以每年吸引了這個十一萬二十萬 甚至到這個所謂的 有慶典的時候 可以到到達每天 到達二十萬人次左右 當然他旁邊也有很多一些 我們講的旁災普水 有很多一些小地方可以去看看 比如說我們的 札拉瓦拉圖的這些紀念碑 這個是在紀念這個 當年英軍在這個 四月十三號的時候 就是旁災普水的 新年的時候忽然那個大舉屠殺 讓他們的旁災普水的人民造成三百多人 受傷 三百多人死亡 一千多人受傷 所以為了紀念這次的事件 他們在旁邊一公里出來 也有很多的一些紀念碑 跟這個慘廟的這個 那個博物館可以讓你去參觀 不過坦白講 這個印度還有很多比較神奇的 我們是覺得有點懸 機長 那是什麼葉子 那個Paul剛才講到印度 我就講一個印度 一個非常神聖的一個算命 但是他們自稱他這個比較算命 他叫做解讀 這個東西叫做納迪葉 英文叫做納迪葉 它是一個葉子 是一個棕榈葉 等一下 可以讀這個葉子的全印度幾個人 只有十八個人 他這個典故是什麼樣子 你知道 這個是傳說 相傳是在大概兩千年前 印度的聖哲 印度有位聖哲 帶領的一批人 把每一個人 他每一個人的前世 今生 來世 寫在這一片葉子上面 所以他總共這葉子 有十幾萬片的葉子 可以包含全世界的人類 對 但是所以你想 全世界幾億人口 怎麼可能只有幾十萬片葉子 所以他們是說 會去尋找這個葉子的人 才會有機緣 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 今生 來世 你如果沒有這個機緣 你就看不到這個葉子 那我們得去青奈 可以用APP跟他連線嗎 對 我跟你講 事實上 我第一次聽到說有這個納迪 我跟納迪葉 第一次聽到納迪葉 大概十年前 因為十年前我住在印度青奈 我在印度青奈飛 我住在青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有參加一些社團 很多人要到印度就會來諮詢我 很多人因為我在青奈很久 很多人就問我說 請教一下王機長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是納迪葉 那時候我才慢慢去研究 原來是有納迪葉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去算過 我沒有算過 因為這個東西 你就兩種 現在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你就到印度 到南印度青奈這個地方 去找專門的老師 因為現在能夠印度官方認證 大概只剩下十八個人而已 等一下我要算這個命要等兩年 不是每個人都能看的 這個他 我排兩年然後你跟我講 我不能看 對 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這葉子 就十幾萬份葉子而已 所以他要先問你一些問題 你是畜生投胎了就沒有就對了 他要先問你問題 沒有前世 沒有 沒人解決 因為他是這樣子 你要先 他先問你一些問題 譬如他要先問你父親是不是姓什麼 你是不是結過婚 你是不是住台北 怎樣 他先諮詢 但你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他就開始去找葉子 有時候這葉子一早找一個多小時 有些人不一定找得到 找到的時候 他可以很準確告訴你 你以前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你老公叫什麼名字 你母親叫什麼名字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全部對就中了對不對 這些全部是記錄在這葉子上面 那根據大部分人去聽完的 回來的感想是很靈驗 但是因為就像我講的 這個不是算命 對不對 這是解析 那大部分人去回來很後悔一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他們聽到了自己父母親往生的日期 你去 你甚至可以知道你自己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號死 綠島有一個湖 對 還是有個洞 綠島這個叫做燕子洞 這個的話過去的時候很多的傳聞 那這個傳聞的話 當然我也不知道是真來假 因為就是一個傳聞 他說過去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地方是很神秘 是因為日據時代是專門在處決犯人之後 把那個屍體放在這個洞裡面 它是個臨時的停屍間 但因為那個洞的話 因為它通風 所以那個屍體擺在那邊很陰涼 然後慢慢慢慢的話有沒有 它等於就是不容易壞這樣子 那這個洞的話有沒有 但有另外一個傳說是什麼 他說因為過去的時候 日據日本人 因為那時候戰敗的時候 要把一些黃金就藏在這裡面 它一方面也是個停屍間 但是就是因為藏在裡面的話 很多人不太容易去趕進去 那麼以後的話 萬一要日本再回來的話 有沒有 它就可以把那個黃金取出來 那怎樣 挖出來黃金了沒 結果就有這個傳說 就很多人就跑去挖黃金 就挖了之後就有一個傳聞出來 這個是一個故事 就有一個信謝的 駐台中的一個夫妻 他們說聽說裡面有黃金 結果他在當地的話 在綠島那邊就是投訴一個飯店 他就跟那個飯店的老闆娘講說 裡面有黃金 你帶我去找看看好不好這樣 那個老闆娘想說真的假的 有嗎 然後大家就去挖 就要拿了一些那個鏟子 元朝十字稿去挖 結果一開始的時候有沒有 黃金有沒有挖到 以前挖到人骨 我跟你講過去的時候 就是人家放那個什麼 那個人犯的遺體 所以嚇死了嗎 不敢挖了吧 沒有 他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有沒有 黃金就在這人骨下面 你們是一定要來窮士看太多了這樣 結果沒想到有沒有 那個老闆娘說你們就繼續挖好了 這樣老闆娘想睡個覺 把帽子一放下去有沒有睡 結果一開始一睡了 不睡沒事一睡了 他想說奇怪 怎麼會有人把他叫起來 他想說什麼狀況 結果他這樣子打開一看 坑滿谷的這樣子的人都在裡面 那個洞裡面都是人影 就是那個人就浮出來 那一對夫妻呢 那一對夫妻有沒有 當然還在那邊想辦法 在那邊敲 敲半天之後 那個老闆娘說不對 我說我們要趕快離開 後來之後有沒有 就是有這樣傳聞出來 就是說其實裡面有很多 有往生的人都還在住在裡面 那也因為很鐵 也因為這個靈異頻傳 你知道就吸引到一些 尤其是男大生 女大生這種年輕人 很多人鐵齒的說 我們要進去裡面探險 好 那你要去探險 OK了 問題就在於 洞口都聽到什麼 有人在唱戲的那個聲音 像以前的時候 唱歌曲那種聲音 就出來了 然後有些人就嚇了 就回去之後 有些人就因為這樣子被嚇死了 就刷 不是 刷到 卡到陰 卡到陰 OK 好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不能好好吃飯嗎 不能 因為無聊 我們一定要生死一線間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吃飯 因為那是人生最後一餐 這是什麼飯局 待會兒 人生如果最後一餐這樣吃 也還滿刺激的對不對 對 因為很多人覺得就是說 我如果要去吃一頓飯 也想這個冒一下 就心臟跳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你看看這全世界 有幾個地方的餐廳 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是我們講說 講到華山不是只有華山派 也不是只有在武俠小說裡面 而是在華山上 有這麼一間茶屋 你要到上面去喝口茶 你還要歷經千辛萬苦 跟生命危險 這些人走在這裡喔 對 一路走上去 然後走到那個山巅上面 山巅上那個茶屋 是從本來的廟宇改建成茶屋的 所以你知道 你要到那上面喝那口茶 不是只有你看到 那麼小小一段路而已 各位 它不是步道 來 看這張這張 它是一個棧板 在棧板之前還有一段過程 沒有這麼簡單 在棧板之前 你要走一大段的階梯上去 當你走完一百階了之後 會發現原來還有一百階在後面 一百階又一百階走完了之後 才會到你剛剛看到那個棧板 用木板跟鐵鏈搭起來的 你現在看到下面是木板拼接起來 讓你走對不對 旁邊是我覺得還好 歐彌陀佛的事 在右手邊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有個鐵鏈讓你拉著 如果它只有棧板 今天叫我走 我還不太敢走 我還很怕有危險 然後美恩姐 最危險最恐怖的 不是你看到這一片 沿著山壁這樣的棧板 最危險的是 你下山的時候有人上山 靠誰要讓誰 誰讓路 但其實我講的是 最危險的是 當你現在看到這一段路要轉彎的地方 那個轉彎的地方 你想想看下面是這樣的板子 然後你要轉彎的地方 這樣跌著貼著搭過去 是不是很危險 那歷經千辛萬苦 你才終於能夠到這山頂上 好好喝杯茶 喝完茶之後 在下來的時候你想想看 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番挑戰 好 那講完這個 這個是最危險的 但另外一個 看起來危險事實上 我告訴你 你看這人 真的有人去 還不少人去 這媽呀 大家都想要挑戰一下 自己的那個 機械在哪裡 吃飽撐著人真多 那另外一個是哪裡 另外一個是在湖北這個地方 宜昌這邊往北走 有一個也是在山壁這邊的餐廳 它是一個鹽洞內的餐廳 而且它是全球九大鹽洞餐廳在內的 這個名字叫放翁酒家 為什麼叫放翁酒家 陸放翁 陸油 因為傳說路由曾經到這個地方來 在這邊喝茶 吃過東西 還提了詩詞在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它就叫放翁酒家 但是放翁酒家特殊在哪裡 你如果只是進到他店門口 你還沒有感覺 而是在於說進去之後 你要走到吃飯的地方 你要穿過這樣的一個長廊 這個長廊可以讓你俯瞰 看長江三峽的景色 但是當你走在這個窄窄的地方 往下看的時候 你如果有懼高症的人 那你還是不要輕易來這個冒險 可是我覺得這個比這個文明多了 它比它安全的多 而且這個你帶 安全 我怎麼講文明 所以我幫你用安全這個字 然後你到華山上面去 你是討杯茶喝 但至少到這裡面來 這個餐廳至少它相關的菜色還不錯 大菜很多 它的肥魚也好吃 這個是在湖北的放翁酒家 那你說這個是中國的 那在海外有沒有 到國外也有 義大利也有這樣的洞穴餐廳 那你看義大利這個洞穴餐廳 事實上你看著亞德里亞海 然後下面往上 大概二三十公尺的地方 就是他餐廳的所在 所以想想看浪不浪漫 你坐在這個餐廳裡面 浪漫 因為浪那麼大 浪拍集的聲音很大 讓你覺得你跟你的情人 在這邊吃飯的時候很浪漫 而且我還在跟你講一個更浪漫的事情 這個地方是兩三百年前 義大利當地的貴族就在這個地方 半趴吃飯聚樂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現在才改成這樣子 而是兩三百年前 很有歷史了 對 有歷史的 義大利的貴族在這個地方 他們就在這邊聚餐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把它重現出來說 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腳下聽著拍浪的聲音 在這裡吃飯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邊每年開放時間 只有五月到十月 只有在夏天的時候開放 所以在那個地方就有意思了 對不對 好 問一下這個在日本 日本人也是那種奇奇怪怪的 餐廳也很多對不對 而且剛剛我們在這個錄影前 大家都在討論說 因為日本最近天災很嚴重 大家想說天災完以後 要去忽然一下日本 要去日本振興一下經濟 所以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去看看 不如來參考我們現在 比如說我們在九州 最近我很多朋友去了一個 叫吊船茶屋的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可愛 九州好像這次比較沒有在一起 這次比較沒有受到這個波及 所以可能還可以去 因為Q9那邊算是他們的鄉下地方 他把這個整個這個兩艘大船 直接運到了這個居酒屋裡面 但你想說像我們一般的熱炒店 就放兩個在那邊就結束了 沒有 你進去以後 它是這次吃到飽 吃到飽的是可以喝調酒 啤酒加這個 所以吃到飽的東西 所以你點的 想吃魚自己釣 那我一定餓死 我釣 我不會釣魚 沒有 有一般的 你可以直接去從Menu上叫的 沒關係 先叫吃一吃 飽了肚以後 如果想玩一玩 想說那個肚子還不夠吃的話 才三千塊日幣 對 三千塊三千五 因為這是九州 所以那個比較像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來講OK 重點是他還附著這個9 所以基本上已經是蠻便宜的 那如果你吃是覺得不過 你想要自己來玩一玩的話 你可以加大概三千多塊到 兩千多塊 那個船員或者是店員 就發給你一個釣竿 就開始了 你要怎麼釣呢 它裡面有三隻金鯛魚 所以你只要釣出三隻金鯛魚 如果釣得起來 就是一道餐三隻魚的話 就是兩千七百塊日幣 但如果釣不起來 真的釣不起來 像每人說 我釣半天釣不起來 他說沒關係 那個船員的店員 也會直接送三隻烤好的給你 說算了算了 沒關係了 不用再釣了 這是一個樂趣 直接一個樂趣 而且釣起來的時候 還會有人擊鼓 說客人你太棒了 這樣就滿滿的這種 所謂的充緩 那種歡喜感 那種樂趣 所以在那邊吃飯 真的還滿好玩的 那另外我們講到說 這次比較辛苦的時候 我們東京的吉祥寺站附近 大家知道吉祥寺站附近 其實有很多這種 小小小的店 很多這種所謂的居酒屋 但裡面就有一個比較 出席至聖的 是有一個叫幽靈居酒屋的 其實還滿可愛 因為你一走 因為它是在一個小巷子裡面 你一走過去的時候 馬上會被它吸引 因為它門口放的音樂 就是那種很奇怪 那種鬼來電的那種鈴聲 那種鬼來電的那種很可怕 那種很奇怪的聲音 然後門口更詭異的是 放了一個墓碑 所以一般以從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來講 這個觸眉頭不進去 但是很多這種搞怪的年輕人 覺得這個居酒屋好玩的話 就會進去了 那一旦進去了 不只是這個外表的裝飾 是看起來讓你很詭異 氣氛很玄妙 它裡面的所有的 不管是串燒也好 或是那個酒精也好 還有裡面放的這個燈 跟這個所謂的音樂 所有都是跟各種各式各樣的 幽靈跟妖怪有關係 所以你一進去的時候 是體驗一整趟的 這所謂的幽靈之旅 所以喝酒的時候 不用加冰塊 可能就會覺得滿冷的 那最後我們講到 就是新宿的這個 還有我們的機器人餐廳 它總工程的 耗製了大概一百億的日幣左右 來打造這個餐廳 那餐廳很奇怪 一般我們就是面對面說 但是它不一樣是 它中間留了一個大走道 所有這兩邊是他們的餐桌 那兩邊的人 同時往中間的走道看 所以你一進去的時候 覺得很奇怪 怎麼跟對面的人對看 但它每個整點的時候 都會有他們的所謂的 機器人遊行 他會把他們各式各樣 這種或是真人大小 大概站起來有180公分 200公分這種機器人 就會從這邊漁罐這樣走出 大概有大概五到十尊 然後有各式各樣 聲光特色跟動作 可以來讓你看 然後甚至它在所有 你在點餐上餐的時候 也是有這種比較小一號的 這個機器人來幫你送餐 這現在訂得到嗎 現在其實還蠻難 因為這個大概進去以後 大概都要現場 等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人非常非常多 因為可能適合我們這種 御宅族喜歡看這種 所謂的機器人的心態 所以如果想要去日本的話 不妨去參考這些餐廳 是是 幽靈餐廳 對我來講就不用了 再見一媽死好不好 那機器人餐廳很好玩 然後海底餐廳 真的也不用找我好不好 事實上可以去看一下 這是在挪威 挪威有一家餐廳叫做Under 它是一個當地的 叫做諾斯特塔這個事務所 它蓋了一個餐廳 那這個餐廳它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可以讓你 如果你真的要去吃飯的話 它可以讓你從地面上往下走 往下走的話 就可以走到海面裡面去 那走到海面去的話 你在用餐的時候 外面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水生物在這邊游泳 它是等於說在海底 建一個玻璃屋餐廳 對 沒錯 然後你就可以來那邊吃飯 那它其實不只是一個餐廳 它同時還可以當一個研究中心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平常餐廳 沒有營業的時候 它給予一些科考人員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觀看每一個季節的這個變化 當然很多人就說 那是不是可以跟台灣的 這個海鮮餐廳很老 我可以指定說要哪一支哪一支 其實不行 它這個不是這樣子的用意 除了這個之外 南非有一個在德爾班 他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餐廳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 海洋的這個遊樂園 然後它就把一台 曾經在南非他們當地遇難的 遭遇海難的 現在已經荒廢了這個貨倉 這個貨船把它拖到這個熱源裡面來 然後它把裡面的貨倉改建成餐廳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那張圖 它下面有燈亮的那個地方 就是它的餐廳 所以它不是在水底 它其實就是一艘船 你如果在比較下面的餐廳的話 你是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我們看到下面那一張 下面那張就是 因為它當地非常有名 就是有鯊魚 所以你如果運氣好 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還可以遇到大白鯊在你的面前 這樣游來游去 那這個一樣大白鯊可能沒辦法吃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在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這個餐廳 其實我相信很多台灣人都去過 這個叫C這個餐廳 它其實是在一個度假村裡面 就安娜塔拉基阿瓦這個度假村裡面 這個應該滿多台灣人去這個地方 去馬爾蒂夫度假都會去這家餐廳吃 那這個餐廳它其實也是一樣 它其實是一個建在水中的這個 它是用這個所謂很厚的玻璃建起來的 你如果往旁邊看或是往上看的時候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水中生物 甚至旁邊有珊瑚在那邊陪著你用餐 那它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裡面應有盡有 因為我朋友去那邊吃過 他說裡面的那個葡萄酒的那個長亮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裡面的這個用餐環境都非常非常棒 只是說你要進去裡面吃一餐的話 其實是要價不菲的 是 不過你知道我們經常說 這個不見棺材不掉淚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在棺材裡面吃飯的感覺 不是假尾飯 是真的飯 OK 所以待會兒來告訴你 有人在棺材裡面吃飯 好 吃個腳尾飯吧 來 到印度這家餐廳去 如果你一個人的話不用怕寂寞 為什麼有可能阿飄會跟你共桌 為什麼這麼說 這家餐廳裡面它是建立在一個回教的一個 一個往生者的墓地上面 然後裡面放了11個所謂的棺材 你到裡面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又可能 不是在棺材裡面吃飯 是在棺材旁邊吃飯 旁邊吃飯 然後它旁邊還會有一個回教的一個 往生者的一個墓地 而且這個墓地的話有沒有 你就在那邊吃東西 你又可能會看到旁邊那個墓碑在那邊 那有很多人講說 這不是很忌諱嗎 可是那個店家這麼講 他說第一個 他們很尊重這個往生者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他們每天都會把它擦得很乾淨 代表他是一個尊重 你想說這樣子 跟往生者一起吃飯的話 會不會就是沒有人來 其實人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去擔心這樣子 因為他們會爬起來有沒有 跟你吃飯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在烏克蘭 烏克蘭有一家餐廳 它是這個樣子 它原來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藏儀社 就是我們講的叫做商藏公司 它開了這一家餐廳 那這家餐廳它的特色是什麼 是它的整個餐廳有沒有 它是有一個松木 做出來就是一個棺材的 這樣子一個形狀 外貌是這個樣子 然後而且它這個餐廳 取了一個名叫萊士 你去吃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會有萊士 但是這個菜名的話 它有很多一個所謂的沙拉 它用什麼九日 四時 因為在烏克蘭他們的話 就跟我們頭七 跟二七一樣 九日 四十日 還有包括有沒有 來生再見 天堂這樣子的 我在美國的Costco 看過賣棺材 有 Costco賣棺材 有 這也是他們的項目 然後他就是給你很多圖片 然後給你棺材一攪 看你那個木頭的料 那個雕花邊 賣棺材 可以買完衛生紙 順便選一副棺材 不過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棺材他們都是